凤凰每周快讯由中国东方航空全新启航 今后您到来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商务部在17号决定向中国制的进口冷鬼钢材 开征总共522%的惩罚关税 使中国产品得到不公平补贴 并向美国市场低价倾销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 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新闻消息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朝着确保获得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又迈进了一步 肯台基州星期二举行初选 大多数选票已经清点完毕 目前希拉里的得票 比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多2000张左右 俄罗刚州星期二也举行了初选 桑德斯取胜 桑德斯必须赢得所胜各州初选的 大约85%的代表人票 才能超越希拉里 而到目前为止 他只在佛蒙特州以这样大的优势获胜 6月4日和5日 维尔金群岛和布多利哥将分别举行 民主党初选 6月7日 民主党初选将在6个州举行 星期二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希拉里和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 川普的支持率分别是48%和45% 美国纽约市东哈莱姆高架铁路下面的花园中心 当地时间17日晚燃起大火 导致进出马哈顿大中央车站的大都会北方铁路列车暂时停止 据报道 设在两部建筑大卡车内的花园中心失火 纽约市消防局长利昂纳德说 消防员要求几栋建筑内人员撤离 十辆汽车受破坏 分别前往哈莱姆 哈德逊和纽黑文的大都会北方铁路三条线 全部受影响 到当地时间晚9点 大火还没有得到控制 消防员继续努力灭火 尽管失火时 花园中心有人在里面 但中心的老板说 所有雇员都已找到 休息一下观光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 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参议院当地时间17日 批准拨款11亿美元 用于抗击债卡病毒 这一数额比白宫要求的 19亿美元要少得多 但是比国会众议员 正在考虑的数额多出几乎一倍 共和党人控制的参议院 17日在以68票赞成 29票反对 通过这项拨款之前 投票否决了奥巴马政府 2月份提出的全数拨款要求 当时美国卫生官员警告说 债卡病毒可能传播 至美国大片地区 债卡病毒导致小脑萎缩症 染上该病毒的婴儿出生时 头部比正常婴儿的头部 要小很多 而且大脑发育也不健全 大脑都不健全 最终影响整个人的发育 据新华设点 美国罗森咨询集团和亚洲协会 一项最新报告显示 中国人在美国房地产市场投资 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 而且这一数字仍在增长 路透社16日援引报告内容报道 2010年至2015年 中国人在美国买入930亿美元住宅地产 将近2080亿美元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以及将近170亿美元商业地产 报告显示 在美国地产行业每个领域 中国人都是最大的投资者之一 不过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 仅占美国所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10% 亚省麦克莫里堡森林大货 雨微未尽 工人被迫继续疏散 同时一些产油国出现断供 促使原油价格昨日一度冲破48美元每桶 创6个月来新高 虽然麦保大火最严峻的时刻 似乎刚刚过去 但野火转头北上 开始危机油沙工厂设施 油沙开采公司Thinktrude 目前仍保留约100名员工 在两处油沙开采地 以维持生产安全和稳定 直至环境允许其余工人返回 员工被迫疏散 导致亚省原油产量下降 促使原油价格17日一度推高 至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北美元油定价基准 西德克萨斯中志时原油 昨日早些时候一度冲上48.6美元每桶 最后收盘于48.31美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中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美中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我是一表走开继续为您带来凤点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